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今天举办的第42届国民中小学学生书法写生比赛 活动吸引了淡水八里三支石门金山万里等等六个行政区内 超过500名的学生一同参与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为了提倡国民中小学生书法还有写生的风气 昨天举办的第42届国民中小学学生书法写生比赛 并且于一信教育训练中心还有淡水渔轮码头举办活动吸引淡水八里三支石门金山万里六个行政区内 国民小学四五六年级还有国中生超过500名的学生一同参与 每年淡水一信举办书法写生都是我们北岸岸六个区域一大一文盛事 因为我们认为培养小学生以及国中学生 他这个书法绘画艺文的一个能力 对他们调养身心非常有帮忙 今年我们很高兴总共来自于淡水八里三支石门金山万里六个区域 总共有五十几个学校来参加 有将近五百个学生淡水一信表示连续举办四十二年的国民中小学生书法写生比赛是一年一度的艺文盛事 获得在地五十多所的国民中小学师生的热烈回响 而为了散尽社会企业责任热心举办公益活动 就是希望在淡水与北海岸的国民中小学生可以借由比赛 对于艺术与文化能够有更深层的进步与学习 这奇迹在我们淡水一信的教育训练中心以及鱼人码头这两个场地来举行 当然这个书法写生比赛淡水一信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十二年 表示这是我们每年很大的一项的社会公益的活动 也是淡水一信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一环 除此之外淡水一信也每年均献了很多 比方说救护车 富康巴士 学校有一信的钟塔等等 来作为我们善尽社会责任跟我们这个地区共同发展来进步 今年的写生地点从原本的金色水岸移动到淡水一信码头 加上晴朗的天气 让学童可以尽情写生 其实淡水一信生根地方不仅是在地的金融机构 对于回馈社会更不遗余力 热心举办公益活动捐赠救护车 国中小学一信奖学金 对于专业服务更在未来 还会在新北市新庄区增设一家分社 而对此这一次的写生书法活动 更希望学童可以尽情发挥所学 为学校争取荣耀 记者许多安逸的确认方报道 那我们下来再次做 我们下来再次做